2023年第一季度 中国经济增长超出预期 任务性十足 从全年来看 三大增长引擎有望呈现出结构性亮点 并为实现5%的全年增长目标 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中国的经济复苏 更加依靠内生动力 产能比较充裕 所以通胀压力保持的比较低 这给后续的政策空间 留下了充分发挥的余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